国安局公关室七月中旬 无预警裁撤回归秘书市 知情人士惊爆 监委高峰仙调查 黄敬林色佑陈彦博 一案正式到火线 第二封信就提到预算的问题 那预算就觉得说 按照国安局的相关的这个规定 只能对立法委员跟媒体做公关 为什么可以对议员 我们希望能够采取各种方式 让国安局不要把一些 非机密的东西 列为机密 高峰仙陆续收到的两封检举信函 从黄敬林被指使色诱 到指控公关室每月福报 滥花经费 涉嫌未造文书 没想到就在此时就传出 这些黑函与内部的人事斗争有关 部分媒体指出这些黑函 是因为前一处处长 颜建月不满遭到杨国强撤换 利用黄敬林一事有意侠怨报复 但内部人事偷漏 恐怕是有心人企图透过内斗 作烟雾弹掩盖弊端 影响办案方向 此外国安局主张 时任主管的赵大军并无指使色诱 议员陈彦却对外声称 自己有拍下遭到国安局车辆跟踪的照片 一切都是黄女设计 双边说法矛盾 而建委高丰仙则是透露 国安局声称配合调查 私底下却再三以国家机密为由阻碍调查 他国安局是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 自己要先率先守法 而不是躲在一个比较 一个机密的一个 这个一个这个所谓的招牌底下 那什么事情都好像不太愿意讲 不太愿意 介绍前针对相关案情 官局以进入调查为由拒绝回应 究竟是派系内斗 还是掩盖弊端 陷入罗生门 只能进后监委调查 立新真相 建成凯良 张宇轩 台博龙